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NBA肌肉赛 今天是快船主场迎战勇士的一场比赛 来到我们这个阎博士 一来是我们的老朋友 著名的评论嘉宾 老蒋 蒋之道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蒋之道 让我们看一下上场的数据 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在网上啊 或者球迷的一些反应 对格里芬上场的表现不是那么特别的满意 因为在德里芬上场的数据啊 是前三节得到了21分 最后一节没拿分 这让所有的球迷真是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因为你在这个洛杉矶在这支球队里 你是关键先生 然而你没有做到关键先生 而是前三节得分 这个前三节所有的替补包括角色球员都可以得分 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主力球员应该做到的这一件事 但是这个格里芬上场做的不好 因为这是季后赛 这是说强度也是非常的大 而如果在这场如果要是说 今天这个比赛真正所谓是 像用蒋之道那句话说 是天王三之蛋 如果这场比赛如果再输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也就是无缘第二轮了 然后那个我们看一下啊 上场克里斯保罗 克里斯保罗的数据依然是非常的稳定 但是库里啊依然是那个 神准啊 对真正非常的神准 所以说格里芬在前四场比赛 每场比赛的得分都在30分以上 所以说勇士队的主教练肯定会针对格里芬 做出一些相对的调整和针对性的不止防守 对 所以说上场比赛他这回也没有得分 是在预料之中的 对 所以说在这场比赛这种天王三之战吧 呃 这场比赛的谁要是赢 谁拿下这场比赛 决定这整个季后赛的走势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快团应该在战胜上进行调整 嗯 对 对可以吸引报家 我我分析讲之道 今天这个李福斯啊 肯定在公益市里 肯定就是破口大骂了 就是说呃 对球员的这个责骂了 就是对这个呃 这个格里芬啊 就是说他在关键时刻没有起到的作用 其实对他会及时的批评 但是呃 我认为周恩赴使啊 还是会对呃 还是严防格里芬 我认为今天李福斯呃 会调整的应该是让 丹安格鲁乔丹来打这个 就是主力 然后进攻点 让所有的得分都集中在他身上 然后格里芬就轻松 可以说吧 也是让他休息一下 因为后面还有很漫长的比赛 对吧 然后其实呃 呃 换句话说吧 呃 我认为 嗯 这个比赛 决定比赛走势的 乔丹 还是说呃 他只能说呃 代替你一场 代替你两场 但是你格里芬还要找清自己位置 因为你是主力球员 不要让大伙感到特别的失望 对吧 让球迷有这种反应 嗯 啊 然后在乔乔丹呢 这几年 自从保罗来的快转以后 他的改变 是我们永不共睹的 他的来位 来下的单打技术 都是有在提高 确实确实 他这个呃 很多这个球迷反应了 说德安多守乔丹 就是他呃 是吉呃 迈吉呃 吉呃 拜纳姆 还有等等 就是所有的这些好中锋 把他们就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体 他的身体天空是物质疑的 对对对 这绝对是 他有迈吉的弹跳 啊 包括有拜纳姆 这个脚步 脚步 然后还有这个 就很多这个中锋啊 出场的意识 对对对 还有这个马克加索尔 是不是啊 就是那种 呃 可以说就是说侧应的这种能力吧 这个球打还是有的 呃 呃 咱们的节目 呃 咱们这个比赛实验 马上要开始 在这个开始之前 呃 介绍一下 新磊二代战区 呃 大家也看到了 对对对 这款球鞋 呃 这个讲道 你想不想弄一双穿 想啊 哼 这讲道 述说 这这款球鞋 就是匹克这款球的 呃 就是说呃 T-P-9 是球迹卫星蕾 卫星蕾 对对对 就是超越了T-P-9的这个 他是二级管阵 这这个球鞋 三级管阵 然后那个想得到这个球鞋 要那个参与我们那个短信的互动 发送A或B 发送到呃 182 4965 3-2一个1 具有机会获得这款球鞋 好了 马上让我们进入MBA的现场 让我们来到斯牌股村中心 卡